我認為勸舉這個口號恐怕沒有號召力 因為他選的是立委 那現在中央執政權跟國會多數還是民進黨 所以你勸舉是要勸舉什麼 我覺得這很怪 如果他現在選市議員 那我說勸舉那有道理 這當然這個先生奪人 這個口號可能他有他更好的詮釋 這個我們都是母帶 但我個人覺得這次選舉對他來講 有一個天生很不利的地方 什麼呢 那就是說現在民進黨選舉輸 是因為大家覺得要下架民進黨 那這個風潮這個氛圍 我認為還沒有結束 那他有沒有辦法扭轉或改變這種氛圍 我認為目前看不出來 第二口誠 他要改變整體上在這一次二零二二選戰 在野黨不管藍營或白營打的最大的口號 就是下架民進黨 你說他要扭轉這個形象 可是他現在還不知道他能不能扭轉以前 他剛才口中自己說的那個仇恨值是有效的表示 他也感受到最近這一波對他是有影響的 我我我還沒有辦法改變整個大大氛圍上要去改變什麼下架民進黨 我自己都快快被改變成被別人破糞的那個樣子了 他連這個個人的形象都還沒解決到他怎麼去解決那個大形象 沒錯這個五個講的沒錯啊 他這個自己體會到有那個仇恨值在嘛 所以這個仇恨值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下架民進黨 那我個人認為下架民進黨是不公平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這氛圍還存在 所以他現在勢必一定要成績這個氛圍啊 然後像說貼海報這件事情喔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一種選法啦 因為台灣選舉掛看板喔 一方面來講是增加知名度 另外一方面一個看板掛了你的不能掛別人 所以其實代表這個區塊這個業主的政治取向 這個其實是有他的這個政治版圖的含義在的喔 不只是純粹我就要增加知名度啊 增加這個選民對我的認識而已 你在什麼地方戰略性的位置有辦法上看板 這一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地方上會不會有些組織票就認為 你不上看板是不是代表很多地方看板你根本上不了 我認為這種耳語喔 必須是他要去考慮到的 尤其是我個人認為他還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回應慢 譬如說這個王宏威最近丟了一個證件說 核二核三要研議嘛 這個不管怎麼樣齁 你要反擊啊 因為執政黨現在的意見就是核二核三不研議嘛 那王宏威是國民黨候選人 他是在野黨 你提出你應該要這個積極的 要針對這個問題齁 要去迎戰才對 而不是說總是落到這個這個黑道這個問題上 那他說無疑是黑道是很好笑的啦 但是選舉的時候 一件白襯衫上面有個黑點 比一件黑T恤上面有個黑點 一定是前者大家看得更清楚 當然 而且更覺得那件白襯衫要拿去洗一洗要換掉 而不是那件黑T恤上面那有個黑點要換掉 所以他現在恐怕就是吃虧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而且我個人呢 一直都覺得王宏威是現任議員 這個之前的議員現在這個高票連任之後 又跑去選這個立委 所以呢這種對地方上的這種接地氣的程度 這個無疑農一定要趕快加強 你不能說我這個讓人家覺得只是一個這麼小的選舉 我還是一個空降的 那這麼短的時間內我想大概很困難 尤其是還要講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譬如說什麼當特戰部隊 服兵役這些事情 第一台灣人並沒有覺得當沒有當兵是什麼丟臉的事情 第二個對手是一位女性 你在那邊講他兵役有什麼意義啊 如果現在對手是一位男性又沒有當兵 那或許你講這個有點效果 但是問題是這一塊其實根本就不要再談了 但是我看到還有很多這個宣傳的照片 還是他穿著這個軍服啊 這個當然是很帥 不過呢當超過一年的 像我們這些老頭子都當兩年三年的 不會覺得當一年有什麼了不起 那現在當幾個月的 也不會覺得當一年的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最後結果像這樣子的宣傳 又不掛看板 時間又很短 你又讓這些根本浪費腦容量的東西 浪費視覺的東西 在那邊作為的選戰主軸 那我想不管個人特質再優秀 這個選戰都是逆風不好打 OK 但一中年輕人的角度 有一個問題我想請問一下 我相信這也是加於或民進黨 在吳英農面對這個選戰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有一件事 因為三人成虎你知道嗎 就是網路上面一波操作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網路裡面長什麼樣子 像譬如好 韓國瑜那個時候在選戰 從二零一八的風潮 一直到最後二零二零 過程一路往下的時候 記不記得那個過程 有一段在在網路上面 就罵得很難你把他所有講話 包括在議會備詢 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最後用了草包兩個字 還記得吧 對韓國瑜來講 他講說我怎麼會是那個樣子 但是後來就一直不斷有這樣一些發酵 吳英農剛嘉瑜告訴你了 包括他的學歷 包括他的經歷高盛 然後包括耶魯 碩士所有這些 但在網路上最近出現 包括他一些發言有沒有 他一些發言 講話的內容或所有那些 甚或因為他叫吳英農 所以有網路上 我相信那是非常惡意的 就直接用了 哪兩個字 農包 好 OK 好 你知道這個對他來講 吳英農一定不會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知道網路世界 就當這個東西萬一被發酵 他自己在那裡面是什麼樣子 他可能都不知道 那要怎麼防這個東西 就是說這個東西 而且他做了什麼事情 開始有了破口 我剛剛講 那個黑道那件事情 就是等於就是破口 其實從那個趙基督那件事情開始 就成為他的一個破口 那有了破口以後 這個強壯的吳英農 他就開始就開始有傷痕 那這時候病毒入侵的比例就容易高 所以其實一些很小的事情 其實網路上 我看到那個網路上傳的最多就是 他之前受訪 然後可能答不出來 或怎麼樣 然後就開始說他什麼都不懂 什麼的 但是這個一定有他的前因跟後果 他就抓了一個影片 不管他就是開始去 心說他好像是一個 什麼都不懂的人 那第二個就是說 之前記者都麥的時候 他那個態度就好像 就是有點不耐煩 然後就說他是 好像傲嬌公子 貴公子的形象 他們就把那個 兩個字 黑道遲道 遲道那件事他冤枉 他覺得他冤枉 他說我們講考是九點 但是你接到了八點 他覺得他冤枉 可是網路就會把這些都擺在一起 他就是開始有一連串的這種攻擊 然後這種攻擊 我跟你講 因為人已經有了傷口 有那個病毒就很容易露氣 其實平台那些東西 沒有什麼多大的事情 我覺得還好 可是這東西 如果你就像吳英農 他還是一樣 他堅持正面選舉 他不太想跟你們回應 可是有些東西 我覺得你該回應 還是要回應 你不這麼做的話 清楚的記者 督麥的時候 就清楚的把一件事情 因為他現在每天記者都會督麥 所以其實你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充分說明 我覺得我建議 如果我是他的幕僚 我會說 我們把這些圖卡什麼都準備好 然後把針對網路上 對我的這些指指點點 我一件一件的拿出來講 如果我被認為說 我哪裡不對 我回答什麼樣 我就說那可能是什麼情況 我必須把前因跟後果 我完全的回應 趁著他現在還有媒體的聲量 媒體願意報導的時候 因為他如果不這樣 去正面迎戰這件事情 我平常講 他那個網路上現在確實 所以那個大數據不是假的 他的負面形象 真的已經拉高 那個感覺就很像 那個像當時陳生中的仇恨詞 韓國瑜的仇恨詞 所以難怪吳宜農 我相信他也感受到 可是我這邊真的要跟吳宜農講 你真的要正面的 可以的話 你根本開個記者會就清楚的 把這些網路上對你的每一個質疑 一個一個的拿出來講 因為你不這樣那麼迎戰 那個網路的那個額語下去 額語發酵 對你的人設 現在不是只有選舉的問題 對一個這麼優秀的一個 民進黨的未來的這個新生代 他會因為這次選舉而受到 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佳宜你們有意識到 這個在網路上的影響嗎 其實我覺得很難去把一件 沒有的事情硬要貼上扯上邊 就是說吳宜農有他的特色 他不是政治中文 他不是傳統像我們這種 什麼議員啊 什麼選出來的 他就是一個有理想 然後從美國在財經圈 然後耶魯大學 這樣回來的一個高材生 他有志於投入政治 然後對於國會或是對於 所謂壯闊臺灣有他的理想性 這就是他不同的地方 那我覺得立法院本來就需要 各種的聲音去代表 那吳宜農可能代表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才 或者是對於國防等等 各有專精的這樣子的人 那王鴻威當然他是地方 傳統組織這樣子議員 然後出來的 他也是有他的基層跟組織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次的補選裡面呢 還要再去主打所謂的 下降民進黨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去發酵的困難度蠻高的 因為吳宜農 基本上我覺得他跟民進黨的關係 沒有那麼深啊 就是說他的形象 跟他過去的經歷 雖然他有當過市黨部的主委 但大家也知道他是臨危受命 就當時民進黨需要他 所以呢 小英總統請他能夠去擔任 市黨部的主委 也算是一種歷練 但是呢他到目前為止所選舉的方式等等 跟民進黨基本上是脫鉤 所以我覺得他在打自己的選戰嘛 那他在打自己的選戰 你硬要把他跟黑道啊 什麼農包扯上邊 我覺得也很難去貼上這個標籤 因為人家就耶魯大學經濟系 你說他是農包 那我們這些算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也很難 可是你說他在對媒體的回應 你可能看了覺得說 比較不習慣 因為他就不是政治人物嘛 他可能就有他單純的那一面 讓人家說不定看了覺得說 這個人就好清新哦 你不要笑著講 你不要笑著講 不是 因為展總真的 可能講一堆鬼話 然後說人家是黑道幹嘛幹嘛 看著那個嘴臉就很仇惡 可是吳怡農這樣子的直白 然後這樣子的就是 答不出來 有時候反而是凸顯說 他真誠的一面 哈哈 小星星跟小白兔還是不太一樣 小白兔是有時候搞不清楚的狀況 我想前面是這個懸崖還是草原 就跳下去可能就是懸崖 那小星星那個 我覺得小星星表達說 他整個是一個 一個整個的一個態度行為啊 等等 我覺得這兩個是有差別的 那更何況大家選舉很簡單嘛 你到作為一個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你要當個強力的監督者 還是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 連自己黨內的狀況都搞不清楚的人 來當立委 這很容易就出現差別 你再來 你說從政的人 包括我們這邊從政人不少 這個余將軍是剛剛加入的 誰沒理想啊 誰沒理想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跟理念啊 不是說他有理想 別人都是就是就沒有理想 就是就是沆瀣一氣 或那個豺狼虎豹 並不是這樣子嘛 你有理想要表達出你對理想的堅持 還有你的理想要錄 你要怎麼去實踐嘛 我覺得大家比的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一個 政治立委選舉很簡單 第一個 你要選一個強力的監督者 還是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第二個你說下架民進黨 其實我比較贊成這個張老師講的 其實余波還未平啊 還在這一波的這個漩渦裡面啊 這樣對於民進黨裡面 有些人也不太認真服選 因為這期本來就不是民進黨的嘛 多一期對民進黨 對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這個立法院裡面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幫助啊 也沒什麼太大的改變啊 可是對於反對黨國民黨來說 王和威進去是戰力的提升 那個投票動力就不一樣 OK